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喝了 我知道了 是不是常要给他分那新旁子了 非 老头子 我猜这儿了 是不是给小林找了个合适的对象 闹 不是非的这儿 你爸爸闹 快拆 闹呗 你个闹 快拆出来 咦呀 看你们这飞进帮拉的样子 不让你们猜了 我非常荣幸的通知你们 我参加了咱居委会的第五次大会 牛永贵 也就是我 被会议表决通过担任居委会的副主任 真的 那候选人会表决一致通过 候选人还用一致通过呀 老爹 也就是让你管管那个什么计划生育那样的事 当然要管 不过那个东西咱们管起来不方便 是吧 我也就是管一管那个 厂区治安 啊 这个民政 还有这个 黄伟 哎呀老头子 你就别看了 你说谁被盗弃了 抢劫了 他就算你去讨个说法 讨个说法 大妈说的对 大爷你还是别当那副主任的 要是谁家有家庭大战 还得你去平息动乱 其实小梁头打架 人家是床头打架床尾和 你劝不好 会同时遭到双方的联合进攻 小丫子大妈 你懂个啥呀 别忘了 口子啊 你呀还是在家里当这个副主任吧 不行 这个就会主任 我当定了 副 哎呀 我没做个新娘 嗯 零啊 人家真考虑用你了 我看这是个玄 那你没有工作经验呢 工作经验 嗯 狗屁 出个量出山前 没带过兵吧 嗯 那我姐生军军前 没生过孩子吧 真好使嘛 边干边学 也是哈 梁 你年纪轻轻的 你不用愁 即使找不着工作 他也饿不死 你以后啊 找一个有钱又听话的男朋友 你行了吗 对不对 哎呀你看你真是的 要背后里夸念自己老公 那山子挺小 人家家一个像你这样 他不得饿死肚子 别扇 哎呀你 梅儿啊 说 是发愁找不着好工作呀 还是发愁找不着好对象啊 你不是说哥帮 不是 嗯 找对象不愁 关键找工作呀 你说这找了好工作 还愁找到好对象吗 去工作找了 那面试也通过了 好啊 那主要那关键人那药 那大专以上的文凭 我的学历不够 就稳命啊 哎呀嘛 梅儿啊 以后呢 有这种事 你就提前跟哥支一声啊 解决这种难题 那哥就好比是飞机上挂满湖 不就稳命吗 小意思 说吧 你是想要北大的清华的 哥三天给你搞定 哎对 哼 你要是能给美超的话 牛见哈的文面随便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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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筋见巧哈佛 你能不能不忽悔我呀 你这不都苦恼人笑吗 我这不是跟你开玩笑 我说的是真的 别说了 你又得大胆地放手一搏 文凭 那玩说整就整啊 嗯 你是教委主人子 你说你傻吗 我认识那点比教委主任邪乎 就就就就小铃过去那老情 谁老情啊 金老二 不是你老情啊 过去是谁啊 金老二出国那时候 那证件就是人家帮着弄的 闹了半天办假证啊 那可不咋的 不是废话吗 有真的我废车镜干啥呀 真是的 我认识几个假证犯 那他们现在是国内所有的证件 随便就办了 小魏 你咋就不能认识几个好人呢 咋 我看这事不行 我反对 你反对啥呀 那现在主要的当务之急的任务 那就是小铃的工作 对 我哥说的对 许献救股 为了工作 我说 他办一个 不是 他网上是假的 你让人看出来 你咋着 你说你傻 你就喘 那现在做假证了 都是用高科技的手段 再说了 你整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学校 到时候谁跟你查啊 真是的 你俩可得瑟吧 你俩 赶紧赶紧 过来 常常你妈做的有菜和这 妈 妈 我的工作 基本 老厅 哎呀 你看我老闺女 昨天还搭了个苦瓜脸 还今天 那基本老厅 对 哪基本老厅的 我告诉你 我给我准备给我爸的大学文凭 开国际玩笑了 你 你问他自己见过大学文凭啥呀 咋样 真的大学文凭我是没见过 那不是 假文凭我可见多 小伟 嗯 那个大学文凭还有假的 哎呀 妈呀 现在啥没有假的 啊 假烟假酒 假钞假药 假鼻子假胸符 小到日常用品 大到飞机大炮 你说要啥没有假的 不是 我照你这么说啥都是假的了 咋的 你看不信了 我说严重点 这你俩脸上的化妆品 那么准就是假的 再严重点 再严重点 要是现在国际法不禁止克隆人 我告诉你现在满蛋却跑的呢 都是假人 今天有那个认错老公喊错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要瞧我呀 你说 你的小铃整那个大学完毕 咋的 真是假的呢 当然是假的 要是真的 我自己还留着用的 我跟你说 现在这假证件吧 嘴管用 我跟你说 这回我也给你办个假证 让你找个好公司 什么天天在家里 飞扬跋扑 失强领 我打鸡骂狗 得了把骚 哎呀 你憋我了一个地方假呀 快吃饭快吃 没那个金刚蒜 就别懒那个刺激活 是不 咱没那个本事 就别去应聘人家那份工作 是吧 你这玩意儿 你去了不也是烂鱼虫竖吗 是吧 你蒙一时 你能蒙得了一时啊 对不 一旦让人发现了 丢人不说 你把把挣了钱也给搭进去了 嗯 嗯 做假证件那几个人跟我贼手 能打八折幽灰 打啥八折 我告诉你啊 你赶紧把你那个 办贾政那帮人那个底细你给我交代清楚 是 爸你也想入伙啊 入伙 我让他们入伙 我身为局委会的常务副主席 副主任 副主任 还是候选人 候选人知道 我要让这帮不 制造贾政的这帮贩子我跟你说 孝养法外那我就是失职知道不 你必须给我招工 如果你不给我招工 我告诉你 你就别想出这个门 啊不 我把你送出这个门 厂公安处 你干嘛 你干嘛 厂公安处吧 啊 啊 我是 原来咱厂三车间那个老车间主任 我 哎 对 对 我现在是这个 咱那个厂区街道委员会的这个 呃 副主任的那个候选人 哎 不管这个制 我跟你说啊 就 咱厂附近这片吧 最近发现一个这个制造贩卖假证件的这么一团伙 今天晚上要在我家楼下里边吧 进行交易 哎呀 干啥呢 你早管 哎 不是我不跟你说话 那啥 那个 哎 我咋知道真清楚 别提了 就我那倒霉儿子吧 我跟你说 咱 哎 待会见面再说 那行 那我马上过来啊 嗯 嗯 好 我说死老虎咋回事啊 你还动正格的呢你啊 那你行咋的啊 你行咋的啊 你行我说说就拉倒啊 那不是我牛拥棍的风格 我再讲消停一点 啊 你是不是闲着没事了 你万一把坏人给得罪了 往那人进行报复 你咋办吧 我说你啊 我咋办啥 我咋办 现在那都是坏人判好人 我怕谁啊 他别 sont 走 就是这一无sten 没有 dort 他躲在这一 Vatican 进床 天王该的火火这颗药 大爷 没事吧你 大爷你病得不轻了 别打岔 耽误正事 没事 老年实在这 大爷 你一人在这卖单啊 白子呢 把你一人放下放心的 不怕你走丢了 回家去 回家去吧 我这目光一向堵拉 你看我长这样 像老年痴呆病人 我是来街头的 货拿出来吧 啥货啊大爷 你是来街头的 我们是来等人的 要等人 你就来这等 等不着你就赶紧走 别妨碍我在这执行任务 我看你真是病得不轻啊 我之前 就不告诉你 点心老行事 你们来这等谁呢 牛小伟 咋的 你认识啊 牛小伟 哎 牛小伟 你真是病得不轻 你等他还好啊 大爷 你要吃人的咋的 你认识他 我亲自是认识啊 我是他爹啊 哎呀妈呀大爷啊 早说一家营呢 小伟呢 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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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伟啊 小伟啊 大家伙 那啥 他临时有点事出现了 让我在这等你们 大爷啊 这是呢 给你老婚女做的俩文贩 一个呢 是四平示范的 一个呢 是艺术学院的 你说 那我这俩我都要 它是物证啊 对吧 啥 这啥这个 不不 那是我刚才说的是 我屋里头真需要这玩意儿 这么老婆 快点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行不 那你 那你也得让我看看 做咋样 大爷 这跟真的一样 如假包换 那太好了 那啥 大人来的 你不容易走 上身家喝水 那啥 不不不 大爷 你看 我这还有这么多货要送呢 今天呢 就算了 你看师傅先把这个钱呢 咱们先 没事 这些我都要了 我们家每人需要一个 走 身家喝水 走 你走啊 你走啊 大爷 你别伤了 大哥不断 大爷 别买大哥 大哥 老大哥 老大哥 你还要换人呐 等等 那边还要 管 管 送他 抗股 完 错 说话 说话 妈妈 你看我爸也真是的 都把我的好事给搅了 你说我面试都过关了 就差一张大学文凭了 那这回我硬骗的可是外企呀 外国人分不清真文凭假文凭 先混着去再说呗 他这缺心眼 爸呀 你爸才不缺心眼呢 你爸做的对 你说 不能蒙人家 万一叫人外企失破了 这不光丢你一个人的人 这丢咱们全家的人 也丢咱们中国人命的人呢 我就成了你跟我爸 一个不不出气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老老子 老老顽固 老思想 行了行了行了 老老老老的 咋的 这回吧 不行 咱们得想别的招 是吧 反正不能邪魔外道 行了 还让你和我爸是父母 最老倒霉 而不嫌无丑 是啊 狗不相家贫 是谁是狗啊 你不能出言不逊 你当心我削你 还叫自己说办理挺有理的 你看你爸回来咋收拾你吧 这都啥时候了 你爸会咋开这么长 怎么还不回来呢 啊 我 我也没听说 这请有会管饭呢 老张开车去东北 撞了 老大 老大 这还吓死我了 干啥呢 是你小子 对 是我 咋的 胆够大的啊 上回让你跑了 咋的 知道天王恢恢疏若不漏 回得当完之首了 我装算 你以为上次的事算完了是不 当然没完 我们的政策那历来是坦白从关 抗得得得老兴趣 今儿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多管闲事 弟兄们 走 替大哥报受血汗 别动 杜琪儿长后鸡娘娘呢 还真烦了你 来啊 整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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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救命啊 走 走 走 小林了 梁 哥呢 我哥厂关处罢案去了 给你姐挂电话 就说你爸被换人挡了 那你赶快回来啊 说你爸不行了 谁不行 这样清伤算啥呀 啥呀 你看你都伤成这个样 老头子你能不能听我一回话呀 鸣枪易朵案件难防 咱们在民处 人家是在暗处 我跟你说 要不他们人多 我能受伤吗 好几十个人打我一个 啥本事啊 有本事跟我单挑啊 我一人打他们三我告诉你 我这亲友都不带传的 吹牛这就说伤害不重 吹啥呀 我都听说了就四个人 还有一个人没动手 你什么叫人打糊涂了你 我非常清晰 关于人多人少的问题 那待会再说 反正绝不少于十个 行行行行 二十个 行吗 二十个 哎呀老头子 我是替你担心呢 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的 你说我们可怎么办呢 听我嘴话 行不行 不行 别让我太担心了 不行 别管那些闲事了 都不管 都像你这样 都像你这么想 那这社会成为啥了 我这叫路见不平一声好 该出手时就出手 对 对 还不行吗 可是哪还有警察呢 你把警察的工作都做了 那人警察就得下岗了不是吗 你得替人想想啊 哎呀老头子 咱们多做点住人为乐的事 少干了点什么见义有为的事 好不好 值得不好 大爷大妈小梁 小梁 小梁 大爷 哎呀哥 这咋子呢 那是 我一直都消息我去往回赶 小梁 我打电话 小梁 小梁 大爷咋样 能说话吗 咋了 能说话 没事 大爷 慢点 慢点慢点 哎呀 小梁 小梁 你是扯错了 咋呀 我昨日说 无名指皮肉开放性脱臼 哎呀 也就是手戳了 还伤别臼 哎呀 还要就是这腰间盘疼得厉害 走不动大个 只好小我爸是主楼副拐 爸呀我口清明 创我的那人呢 就是打你的那伙人 说说 咋回事 我这不今天刚出院门吗 就一辆摩托车就 风驰电车就向我冲过来 我当时我就躲闪不及 那就创我定上了 然后惯性太大 我就被创到墙上了 然后从墙上弹到地上了 我地上就滚了好几滚 完了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你看清楚了 看车人是谁吗 就是 那个 我爸上次放不好那支甲贩子 那车牌号我都记下来了 M3392 听听已经打电话报警了 对 我报警了 我接 喂 说啥 我告诉他们 爸 哥 厂官处电话里说了 据婷姐提供的可靠线索 打击报复你们那伙人 给全抓着了 厂官处请你们去 只认凶手呢 太好了 太好了 我早就说过嘛 治安得靠着警察来维护 对 胡说 要靠警察和我们大家共同维护 走 去厂公安处 干啥 指认凶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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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